欢迎大家今天来到那个我们8月6号的TeraTalk 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陈泰妍老师 那陈泰妍老师呢目前在秋顺大学的化学系任教 那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 然后清华大学化学所 然后他的PhD呢是在Texas A&M 就是德州农工做PhD 然后后来PhD毕业之后呢 他就搬到了Cornel 然后他的研究领域呢大部分是这个 诶我讲对吧 我看到泰妍老师在笑 OK好 那他研究领域呢大部分是这个 那个单分子的超微显微菌 就是Super Resolution的Microscopic 那他的研究的系统呢 大部分都是就是生物理 就是Biophysics的系统 那泰妍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那他也在Texas A&M 跟不同领域跟不同主题的演讲 那他今天呢会跟大家讲的主题呢 是关于如何在就是关于这个 作为一个senior的PhD学生 就是当你的PhD已经到了第二年第三年 你已经going through a lot 然后你开始要思考你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要如何去准备你自己 然后如何去问自己一些好的问题 让你能够更顺畅或是更怎么说 其实我不太会讲这个 如何更顺畅的衔接到下一个阶段 那现在就把大家请打开麦克风 然后我们用掌声欢迎就是陈泰妍老师 OK谢谢信打 所以我很高兴能够今天来参加 Project Tyra的Talk OK那 First of all Thanks for the kind invitation OK那这个Talk比较informal一点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问题 想要在我讲的时候中间提出问题的话 都没有问题 OK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Talk 能够获得一些一些收获就是 那这个是我们当初Project Tyra content 我们的时候希望我们讲的一个主题 How to have a successful PhD career for senior PhD students OK那我相信就是这个title其实非常的非常的 我当初看到这个title的时候 我有吓了一跳 就是因为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字 successful PhD career这个事情 就定义successful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每一个学生因为背景的不同 所以对一个successful的PhD career 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一个特定的formula可以提供给大家 OK那我今天做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从我个人的观点 个人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哪些事情可能可以做 会让你的未来的发展 可能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 对那那 again大家经验背景都不同 对大家觉得试用你的话就可以试试看 那希望这些小技巧呢能够帮助大家在PhD的过程中能够走的比较顺遂一点 OK好先介绍一下 简单讲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好了 因为我的经历比较不一般 OK我是一个 我觉得我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算是一个进程比较慢的人 我觉得跟我的个性可能比较有关 我是一个比较 比较温和的人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从18年开始我的Bachelor degree 然后念完我的硕班04年毕业之后 当了一年研究助理05年出国 那在那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chemistry specifically material scientist 我以前最主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合成一些material 做一些发光材料 对偏重在合成这个事情上 就比较chemistry一点 对那当我就是念完我的硕士的时候 以前老板就问我说 太远你不要念个博士 然后就回头看看我的博士班的学长解闻 我会觉得大家其实做的东西都差不了太多 就觉得好像有点兴趣缺缺 对然后我们老板就跟我讲说 那要不然你就出去念念书好了 对要不然就去业界工作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我其实没有什么prime knowledge 我是一个乡下小孩 我是花莲人 对所以在即使我在清大念书念了几年之后 我觉得我对于这种出国这件事情 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一直到我们老板跟我提这件事情之后 才认真仔细的思考 OK出国是一个选项 对然后后来就是 幸运的申请到了A&M 然后就来了 然后就开始我05年到现在 就17年17年在美国的生活 对那当初念PHE的时候 我决定转换领域了 因为我觉得合成虽然很好玩 可是一直做合成好像也不是 应该是我觉得有点遇到一个瓶颈 好像做合成怎么做大概了解了 可是怎么知道我做得好不好 怎么鉴定这个事情 合成的东西的效率怎么样 我就开始觉得 好像之前大家不是很仔细的讨论 合成的时候就是 大家猜一下怎样 会让它的效率更好一点 没有一个比较fundamental的 understanding 所以在我念PG的时候 就决定OK我要转换一下我的跑道 OK我想更了解这些材料的物理性质 对然后那时候 neoparticle非常的红 所以我就加入了一个实验室 就是专门做neoparticle 同时做很多它的电性光性磁性分析的一个实验室 对那所以我就花了五年半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OK那在那个过程中觉得到事情就是OK我知道怎么加仪器 然后我知道怎么做分析 然后怎么了解一个材料的好坏 从very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对那在那之后呢 我就开始想说OK 应该说我才念PG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就已经有一个intention 就是我以后想要当老师 那我开始念PG的时候 the first goal就是OK我要回去台湾当教授 对那只是后来就是发生 陆陆续续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所以in the end 我end up在美国当老师就是了 对那 后来大家可以看到 从master到PhD 有点像是转了一个弯嘛 你从非常材料开始做非常物化的东西 对那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类点应该是我念 POLSTAR的时候 就是我从 在那之前我完全没有生物的 生物相关的背景 可是我在念我的POLSTAR的时候 做了一个几乎是90度的转类点 然后我花五年半的时间 从就是去做POLSTAR的事情 对那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习 单分子生物物理这件事情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就在我念PG的时候 我遇到我的老婆 然后我老婆她是一个女王biologist 然后我想说OK 以后可以一起做个research好了 那我来去学一下新的东西 对只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学这个新的东西 要花我五年半的时间 所以我在五年半的时候 我花了五年半的时间在Cornel 我那时候被hired到Cornel去 主要是因为我会嫁仪器 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 其实主要工作就是 build up superlotion microscope 然后create software 可以analyze image 所以那其实是我的本行 就是建仪器 然后分析东西 这个是我的本行 可是后来因为加入了一个新的element 所以就让我的植牙就整个大转弯 对那接下来后来就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的research program 其实就开始跟神经细胞做一些连结了 对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趣 OK如果说你有好的support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enjoyable的process 对可是不是一个很typical的process 那我也不会建议大家就尝试这种模式啦 就这个这个模式有它的好处 可是中间的困难度我觉得是蛮高的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之后可以谈一下这个 那之所以mention这些事情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植牙里面 我做了很多植牙方向的改变 那这些改变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经常做的 就是我很喜欢跟我的朋友聊天 或者是我很喜欢跟实验室的学弟妹聊天 那在聊天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最常问的问题就是OK 我最常问的问题就是OK 你们为什么要念PhD 那在念PhD的时候 你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OK 那我就这样子问到目前为止 我就问了17年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OK 在这些过程中就可以比较知道说 OK大家对于PhD这件事情的想法是怎么样 那听了很多人的意见之后 我就开始自己有一些自己对 OK PhD这件事情到底是是怎么一回事 OK 那上礼拜呢 上礼拜或上上礼拜 上礼拜呢 那Project Tyra 请到了柏君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自己觉得OK PhD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他还提供了很多very useful的advice OK 然后这边就是sum up他之前提供的一些事情 对那比如说为什么要念PhD啊 第年要做什么啊 怎么找advice啊 然后一些general advice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 OK 那我今天呢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我还是想要再updress一下 为什么要读PhD这件事情 OK 这件事情在我个人的观点 它是most important of all 如果说我觉得你清楚知道说自己为什么要念PhD 我觉得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在心境上的调整会好很多 OK 那当人家问你说OK 为什么要念PhD的时候 OK 我觉得自己要反思的问题就是OK 那PhD这个事情对我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 OK 那以前我最常听到了一些答案 OK 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PhD就比方说 You can independently solve problems OK You can actually create find new knowledge by yourself OK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OK 可是呢 就我自己的感觉啊 我自己的感觉 OK 我觉得PhD其实是一个种lifestyle OK 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认知就是OK 我们人出生到你长大OK 我们一直都在试着了解这个世界怎么运作的 那取决于你的专业训练 OK 你遇到的人 事 物 都会让你对于这个世界怎么运作这个事情有点 quisted OK 大家到了解其实都会 可能大同小异 OK 可是那些小异呢 基本上会成为最后 让你做决定的tipping point OK 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念PhD的话 它最大最大好处就是 它是一个极佳的训练平台 OK 让你可以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要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然后怎么define这个问题 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让你可以跟别人解释说 OK我遇到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它应该是怎么样 OK 那它这样子的时候 我觉得它应该有什么影响 OK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跟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做research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重叠 OK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你可以把PhD想象成是一个 你最后最后的training stage 的话 那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学到它的精髓的话 我觉得对于你的人生会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过程 OK 那像我刚才讲的时候 OK 那我们来做个对比好了 OK 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OK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对吧 那这个就跟你在做学术上面 OK 你做很多literal search 其实是一样的 一开始大家提出一个现象 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 那你能做事情其实就是OK 我去找比较多的文献 让我对这个系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OK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你开始定义你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开始可以formulate你的hypothesis OK 那在那之后呢 一旦你有hypothesis 接下来就是做实验啦 然后做完实验之后 你可能就OK in the end OK 可能中间失败很多次 but in the end most likely you can actually figure out something new 那在这结束之后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在phd里面就是OK you need to actually present your results OK Tell people why this is so important OK那这些事情呢 就会在你的训练在你的presentation训练当中 得到一个适当的corporation OK 所以就我而言我觉得念phd最大好处就是你学到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方法 可以应对OK 你之后遇到人生中的问题 OK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相对broad的说法 可是我觉得就是你把它project在 把你phd里面所学的东西project到你的人生的经验中 我觉得会是一个最 最meaningful的事情 OK 所以这是how I view the phd OK 所以我觉得 大家做的东西可能都不太一样 OK 可是underline的principle 跟你之后人生怎么处理事情 我觉得这边真的是一个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训练的场所 OK 那 怎么定义说你的phd成不成功 OK 我觉得 最容易的parameter就是你有没有享受这个过程 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可以享受的 然后你可以把 OK 我刚才讲那张slide上面那几个东西都做到一个极致的话 我自己就觉得是一个很成功的phd career 因为你学到的东西可以跟着你走一辈子 对 那我觉得这是比什么东西都重要的 OK 发paper当然就是有些人发不较好有些人发不较坏 but so what paper is paper 你可能create new knowledge and that it's fine but it's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forever 对吧 每天都要遇到新的问题 那知道怎么handle这些问题 我觉得反而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OK get back to这边 我觉得就是tileline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重要的 就是大家在念phd的时候 有一个tileline在心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这边我highlight了一些比较重要的milestone for your PhD 那通常在第一年大家刚进来嘛 习惯环境 呃 赶快把开始的课修完 OK 第二年就会开始有所谓的 呃 qualified exam OK 那qualified exam之后你就会变成所谓的phd candidate 你就已经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student OK 你不是一个graduate student 你是一个phd的candidate OK 那之后你就要开始propose OK 你要做什么 然后work very hard publish some papers 然后in the end this is OK customate dissertation 然后eventually do your defense 然后eventually got your phd OK 所以一个非常非常general的流程 那这个流程呢通常会花你四到五年 depending on你的research field OK 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五年变成一个越来越常见的年限了 对 当然我在engineer可能会快一些 可是我觉得在理工学院五年好像越来越常见了 考试是我觉得最近也有看到越来越多college 把有些老师会让学生待个六年七年 这种事情他们的确是有put in effort to minimize这些事情的发生 OK 所以不过我猜in general应该就是差不多五年会是一个合理的年限 OK 那在这五年里面呢我觉得可以把它粗分成两个阶段 OK 第一个阶段呢我称之为training phase OK the second one is actually networking phase OK training phase通常在OK if everything is ideal 我觉得比较好的时间点是在前三年就把该受的训练 OK 该有的skill set 应该有的knowledge 在前三年应该都要补得差不多了 OK 那第四第五年呢应该就是要focus on在networking的事情 OK networking呢我说的networking就像去参加conference 开始跟你不认识的人打交道 OK 开始reaching out to公司 OK 那所谓的networking phase OK 很多人把这个networking phase 集到最后一个semester做 我个人的感觉 it's too late OK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tiny在心中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来talk about training phase OK 我知道博君讲了很多东西 OK 那我这边都会讲的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fundamental一点 食物上面的操作 怎么做 有些哪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去做 可能会让training phase走的比较顺畅一点 OK 在training phase呢我觉得有三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当然就是 你在training嘛 skill set永远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OK 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去学术界做研究 OK 那去业界呢 你去在业界找工作的时候 OK 你会什么skill一定会list在你的CV上面嘛 那公司就会看着你的skill来决定 OK 你是他们需要的人 OK 所以scientic skills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当你觉得 OK 你念PhD念到最后你觉得 OK you feel like OK maybe I'm not let into academia which is totally fine OK 那我觉得skill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相当重要的 element OK 当你在找 当你在找 industry工作的时候 OK 那第二个呢就是literature literature 我觉得这个相对于在学术界就相对于重要 因为 之后你如果想往学术界走的话 OK 你就要propose很多 实验 对吧 那你propose实验的时候呢 大家最看重的东西其实是它的significance 也就是说你propose的实验是一个 能够带来重大影响的 一个实验 而不是一个random的实验而已 OK 所以那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重大影响 那你在专业的科目上面的了解就必须要够深入 OK 所以literature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especially when you want to actually end up in the academia OK 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不管是去业界或是去学术界 都很重要就是你的research presentation 那我接下来就会再根据这三点做一些我自己觉得哪些东西可以做加强 OK all right Let's talk about the scientific skills OK 那我觉得大家就当你加入一个实验室啊 不是在你加入一个实验室之前 我觉得你必须要做的基本功就是你必须知道我加入这个实验室我到底可以取到什么skill 那这个skill呢对我以后讲到说我要找工作去业界找工作 OK 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OK 有些时候学生在找实验室的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 OK 凭良心讲 我觉得 OK 八成以上学生都不知道自己之后要干嘛 因为他们没有真的仔细思考过 OK OK I just want to go to this lab because 通常大部分学生都讲不出个所以然的 OK 就大家就只觉得OK这个老师看起来很威呀 有没有 publication看起来很厉害 对 感觉networking很强 对 人气很大 对 可是我觉得那些都是都跟你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 你不是你们老师 对 你们老师不一定这么听你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不是很清楚你自己要干嘛的事 那时候 从skill方面来讲我觉得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OK 就是你觉得哪些技术你觉得你看好它以后会被广泛的应用 OK 那你可以早点学习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你专精的一个技术 OK 即使之后你不留在学术界 那个东西对你还是会非常有用的 OK 那 当你加入这个实验室之后呢 我就会建议你呢 学技术就要学到非常非常的透彻 OK 你不要只是当一个technician OK 当然很多人很多学生就会觉得OK 我会operate这个这个机器 我就是一个expert 那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说今天机器出了错 你怎么debug 对吧 那这些细节它的操作原理是什么 对吧 那你要怎么想说OK 你看到数据看起来不正常的时候 你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OK 都需要你对于你使用的技术有深入的了解 你才可以再fix这些problem on the fly OK 所以真的要know the skill 而不是只是当做一个technician 你知道怎么operate it doesn't really help you OK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something 大家可能需要pay attention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我相信这个 我自己的观察就是in general female scientists actually do a much better job than the male one on keeping your left notebook record properly OK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重要的 因为这个事情会让你强迫自己OK finding the organize your thought actually is actually very helpful OK 当你没有强迫自己OK 把你实验的结果记下来的时候 时间过了其实你就忘了 OK 如果说你能够养成就是把它regular记下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很容易在你实验的笔记里面 找出新的方向 OK 那这个事情呢 大家一样要习惯写hypothesis 习惯写你的实验做了什么 OK 那实验即使失败了OK 也要强迫自己给一些conclusion OK it may not be right 就是那conclusion可能不是对的 没有关系 OK 因为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OK 你直接说那些东西可能就不是对的 这会reveal出来naturally OK 可是强迫自己给conclusion这件事情 我觉得会帮助大家讲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你不会造成一种OK 我做了失败了这么多次 OK 你不知道从何找出原因 OK 如果当你把这个习惯做好了 你每次都把东西写下来 然后把你的结论写下来 你开始find your notebook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 OK哪些地方可能可以再加强 再做突破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增进你scientific skill的一个好方法 所以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我特别提出来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两个方面做一些突破 就是OK 第二个就是literatures OK literature这件事情我猜大家都很熟悉吗 大家都用endnote或medaline用了很多次了 OK 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如果说你是刚进去一个feel的话 OK 先把五年大家写过的review先找出来看 OK 通常那会是一个比较updated的view OK 那好处就是你可以用相当短的时间 建立出一个more or less correct的model in your mind OK 那一旦你有那些框架的时候 你再去找一些literature的话 就不会觉得这么的confused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如何做一开始initial literature search的一个方法 那in the end 我觉得have your own summary才是一个key OK 如果说inventually你要在一个特定的feel待下来 那你真的要对那个feel了若指掌的话 自己把这些summary写出来我觉得是最好的 OK 那again 这些东西就是说起来很漂亮做起来很痛苦的事情 对那 不过我觉得就是这都是一种训练 在这些过程中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些东西做到足 其实就赢很多很多人了 对 OK 所以这是literature的方面 OK 那最后一个就是research presentation的方面 那research presentation呢我觉得就是两大重点嘛 一个就是写paper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做presentation这件事情 OK 那 这个事情呢 当我开始做老师的时候 我花了很多很多力气 然后想尽办法去劝我的学生 OK 你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实在是太倍时耗力了 对 然后后来觉得OK I don't want to reinvent the wheel 我觉得自己很无聊 我就在youtube上面就开始逛 OK 然后就开始type OK 怎么做sand table writing 然后就看了好多好多好多的video OK 那in the end呢 我就挑了一个我觉得 我觉得他说的东西 跟我想要讲的东西 重合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老师 OK So Karen Marquis is actually one of the youtuber OK 那他post的超多超多 就是怎么写paper这个事情的video 每个都很短 他十分钟十五分钟这样子 我觉得非常容易follow OK 所以就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全部贴到我实验室的网站 实验室的intranet里面 叫我学生每个人都去看一次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对学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你要从头跟他们讲说 怎么写一篇paper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对尤其是当你是一个助理教授 然后你有好多事情要做的时候 可是你会想要训练的学生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让 帮他们dick out一些有用的information 让他们可以follow的话 我觉得他们就会愿意去follow了 OK 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对于怎么写文章这件事情 没有太清楚的概念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start OK 所以 OK so just search carimaki on the youtube 你可以find out这些information OK alright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当你写paper完之后呢 我发现很多学生从来没有仔细认真 好好的看过一下他发paper 那个网站里面的一些要求 OK 为什么有些paper发在特定的期刊里面 大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没有什么太好的概念 OK 那 如果说你也不知道说可以应该把paper放在哪里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你去挑几个你常去的期刊的网站 OK 然后去每个网站都会有这个about the journal OK 然后他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journal scope OK 那我会建议就是 每一个journal都design for a specific purpose OK 他们只对特定的topic有兴趣 OK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开始进去看这些期刊 他们到底喜欢放哪些paper OK 那看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 OK 我做这些research 我应该把它投在哪里 OK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 这些scientific journal 我觉得他们都做得非常的好 OK 你去看他们的author guide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OK 每次我们写paper的时候 我都会叫我学生 我们仔细认真的把他们的author guide看完一次 因为里面就会提供很多就是非常detail 在写作上面有什么要求 对 然后 formating啊 一些 很多那种小东西写都在他们的author guide里面 OK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大家 在大家在开始写paper的时候 好好的把 donald的author guide read through OK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那个 我觉得nature跟science的author guide都写非常非常的完整 而且他们给了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好好拜读一下的地方 OK 所以有关writing的地方我就简单说到这里 OK 那presentation呢 我觉得 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open resource的课 OK Patrick Wilson 在那个MIT上面 在YouTube上面也都有 OK 就直接google 然后他就有一系列的 的YouTube的video 可以教你OK 怎么样做science presentation OK 那 我个人从中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启发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不是 是一个information overload的时代 OK 如果说单纯的叫学生把一些有用的information找出来 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实在太多resource 那大家学生一开始没有经验的话 他也不太知道说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 对 那我今天就帮他整理出来一些我觉得相当不错的resource 也鼓励大家能够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些resource 那希望大家对大家的未来的presentation也都有点帮助 OK alright 好那基本上那大概就概括了第一个阶段 OK 在training phase的时候 你应该做的事情 OK 那接下来的两年呢 一旦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完了OK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reaching out Networking phase OK 那在Networking phase 我觉得有三个大重点 OK 第一个again 又是presentation OK 可这个presentation呢 我会觉得是一个presentation 比较focus在你去参加conference的时候的presentation OK 不是那种official的presentation 而是你在跟别人交代你在 假如你在介绍你的poster的时候 那种presentation OK 或者是你在吃饭的时候遇到他 OK 你只有非常短的时间 OK 那种presentation 我觉得是必须要做准备的 OK 那另外两个呢 就是如何active reaching out OK 然后需要你的little recommendation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也是需要时间经营的 OK 不是到最后一个学期突然找个老师 嘿老师可以帮我写一下推荐信 我要申请一个工作什么的 OK 你还是可以要到推荐信 OK in that way but there won't be actually a very strong recommendation letter OK OK alright let's hop in then OK presentation OK presentation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去conference 或是去workshop或seminar的时候 OK 我相信大家就是在念phg的时候 OK 老师有时候invide一些speaker过来 对不对 会叫你陪speaker去吃个饭 然后 可能那个speaker跟你做的东西非常相关 OK 你以后可能想要去他的实验室做什么事情 OK 或者是老师 OK你有些结果了 老师帮你送去conference OK 然后在conference的时候你遇到 OK 你慕名已久的研究者 OK 那要怎么reaching out这个事情 OK OK 那这边我提供 这边我写了说 OK don't go to a conference without presenting OK 因为 如果说你去那边遇到了你喜欢的实验室的老师 OK 那老师说OK Tell me what you do 那就 我只是来参加 我只是来看一下 这个conference 那这样会 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OK 如果说 他忘了那很好 OK 那不是一个你想要的情况 OK 去conference这件事情呢 通常实验室应该都会support 提供financial support OK 所以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去真正认识一些你想认识的人 OK 台湾学生 应该不止台湾学生 大部分学生的问题就是 他们觉得 OK我在实验室工作了这么久 how work 就这么久 好不容易出来了一次 我应该就是要趁这个时间出去走一走 去玩一玩 OK 我觉得那就有点本末导致了 OK 需不需要出去玩 需要 OK 你必须规划一下你 你个人 平常生活的步调 那没有什么问题 OK 可是去conference 我觉得 真正的重点就是 想尽办法跟那些你想要跟他讲话的人 讲到话 然后 尽量 利用presentation的方式 build on 他对你的好印象 OK 那这些东西都需要持续的做的 OK 那 要给他好印象呢 你就必须好好的准备 OK one minute 跟three minute summary of your research OK 之前大家应该很想听到的就是那个elevator talk 这种东西就是平常就要做准备的 OK 那 最好准备的方式呢 就是讲给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听 最好他们都不是你们 就是跟你不是一个同样专业的人是最好的 OK 讲到他们就觉得听起来很像很厉害 OK 那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可是这个东西就一定要做 OK 那在做presentation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开始习惯 不只是focus在你的powerpoint上面而已 OK 多关注你的audience 多一点eye contact OK 那这些都需要练习很久之后 OK 你才可以比较自然的掌握这些 这些事情 OK 那希望大家就是从现在开始可以慢慢慢慢思考 OK 怎么样让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好的presenter OK OK This is for the presentation part OK 我把outreaching跟letter of recommendation放在一起了 OK 那outreaching跟letter of recommendation呢 这种事情通常都会发生在你 第四年年底或第五年年初的时候 OK 当然如果你可以让它早一点还可能 我觉得那更好 OK 如果说你是要去业界的 OK 假设你很早很早 OK 三年过完 OK 你就觉得OK 我对学术界就是 兴趣不大 OK 我要去业界 OK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好好思考一下 OK 哪些公司可能会对你有兴趣 OK 那大家去conference的时候 应该都有经验嘛 跟你做东西相关的很多公司 都去那边摆摊 对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reaching out的好时机 OK 介绍他们 然后跟他讲说 OK我用你们的仪器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OK 跟他们聊天 OK exchange一下information OK 让他们对你有印象 OK 那同时间呢 让他们知道说 OK 你多久之后会毕业 OK 你想要进他们 他们 可以讲说 OK我对你们公司 非常的有兴趣 我觉得公司的什么方向 我可以contribute之类的 OK 那那个时候就是 让他认识你 OK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OK 那他知道说 你大概还有多久要毕业 OK 那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如果说他的确看到一个 precision fits you的话 那他 if he or she really like you then you got an internal referral OK 那事情就会简单很多 OK 那 同样的 如果说你是要去 学术界的话 OK 你要做poster OK identify your target as well OK not do your presentation OK 如果说everything go smoothly getting a your dream postdoc position is not difficult either OK 然后 下一个阶段呢 当你已经identifying the position the target之后呢 通常他们都会request OK 你send给他们 the letter of request 他会就叫你去找你的letter writer OK 然后叫他们写信给公司 或是给之后未来postdoc的老板 OK 那这个事情呢 我猜很多学生忽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OK Believe them now 我觉得 你要找 当你PhD毕业的时候 要开始找你的 不管是业界的工作 或是学术界的工作 OK the letter from your advisor carries the most weight 像我最近刚毕业了两个学生 然后一个学生要去学术界 一个学生要去业界 一个学生要去业界 就是 他们 我收到很多公司来的电话 对 他们其实问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那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就是只根据 advisor的意见来做决定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 Who is act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can write a letter for you OK 不过有时候呢 有时候 OK 你可能是co-advisor 或是你有collaborators OK 那些人都会是一个 你可以去跟他要later的人 OK 那要later的时候呢 make sure make sure 写一个简单的信 ok reaching out to 那个professor OK 在写信的时候呢 顺便 夹带着你的cv OK 夹带你的statement of purpose OK 你可以在email里面简单讲说 OK 我在找一个公司 然后公司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希望 提供 希望有人提供later of recommendation for me OK 然后在statement of purpose里面 你就可以写比较多的details OK 那statement of purpose 千万不要写太长 OK 半夜到一夜就好了 OK 老师们也是很忙的 所以 所以不要overkill OK 半夜到一夜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appropriate的land OK 那 这结束完之后呢 你就开始收到 OK 老师的response OK 那有老师response之后呢 OK 我觉得最好就是 跟那个老师in person的谈一谈 或者是in visual 就是或者是用 现在很方便吗 有teams 有zoom OK 就是跟老师 见面 面对面的谈一下 OK 让老师真的可以认识你 OK 像 到目前为止 我帮好多学生写过推荐信了 OK 那 不是每个推荐信都非常 我都没有 我都写的非常的有力 OK 我会让我特别是愿意花心思去写的推荐信 然后真的可以写的非常非常的powerful的 都是那种学生平常去跟我有在联络的 我真的了解这个学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还有哪些personality 我观察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personality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非常适任这个position OK 那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的incubation 你必须要真的reaching on to professors 让他可以真的know you OK 然后他们才会比较愿意帮你写一封powerful的recognition letter 要不然很多时候呢老师都会写的非常的致氏 OK 比如说某某某学生在哪一年修了我的什么课 他的GPA是多少 I recommend him for this position OK 这种就是the worst letter you want to have OK 因为他不但没有帮到你 他其实害了你 因为很明显那些reviewer就会知道说 OK 这人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学生啊 对不对 那他们就觉得他们就是know information 那他们就会consider其他他们比较可以probe的人来担任那个wait 那最后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be polite非常重要 but follow up 很多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忙 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忙到会忘记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dayline的前一个礼拜 寄一封ply的reminder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OK 而且老师会觉得OK 这样可以prevent and actually miss out一些重要的deadline OK alright 所以简单讲完 OK 这是我觉得在reaching out 跟要letter of recommendation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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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come back to this OK again five years right two phases OK how do you accomplish these tasks within five years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吗 那我刚才讲的东西听起来很简单 其实每一个都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力气 对吧 那这就带到下一个主题啊 如何actually set up the short-term goal跟 long-term goal OK 这就变成一个相当重要的螢幕了 OK 那 这个地方我就可能没办法提供太多意见的分享 就是 因为每个人真的对于自己要什么都不太一样嘛 对 那short-term goal呢 我觉得就是 我通常我做的方法会是think long-term first OK 我是从长期开始慢慢回推到短期 我应该做什么事情的人 对 可是有些人就喜欢从短期慢慢回推到长期 OK 那either way都可以 OK 不过我觉得 如果是我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会先从 OK 我这个semester的goal是什么 OK 那 假如那是我的goal OK 那我在时间上面分配 我应该在第一个月达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月达到什么程度 OK 那如果在这个月 我有一个月的既定目标 那我每个礼拜应该要怎么做 对吧 那就可以慢慢回推 回推到每一天 你大概是要做到什么程度 这样子 OK 那 PhD是 一个marathon OK 五年的过程 OK 所以在这中间过程中 我觉得 Planned Vacation 也是非常重要的 OK 像我当初在念我PhD的时候 我每一年的暑假 OK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去National Park的人 OK 所以在每一年的暑假 我就说 我强迫我自己 我一定要去一个National Park OK 所以我去过好多好多个不一样的National Park OK 那我觉得那都是一个让自己在充电的过程 那你不会在这五年结束之后 你就觉得 OK OK 那自己可以 enjoy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好 那最后呢 我想要用这一张 slide 再来 summarize今天的presentation OK 心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所谓的growth mindset OK 那 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是一个念PhD中间的一个常态 OK 那 如何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 让这些困难变成帮助自己的助力 我觉得是一个必须要有的mindset OK 不用怕失败 不用怕reaching out OK 我觉得大家要非常清楚知道说 OK 你的angle在哪里 如果说你的angle就是 我就是要找到一个faculty position 找到一个post up 好的post up position 或是我就要去业界找到一个好的position 那个是你的angle OK 那你就要清楚的知道理性的分析 哪些东西是必要的 OK 把必要的东西找出来之后 就开始试 就想办法 reaching to the level that you think that's actually perfect OK 那 每个人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自己要清楚的知道说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OK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mindset OK 那中间过程中 我觉得很多台湾学生会觉得 不好意思啊 就是我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我们永远想要让自己看起来perfect OK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OK you can only improve when you do your presentation OK 如果你不improve 你永远是只有自己在觉得自己就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OK 你必须要真的做出这些事情 OK 那一开始做的时候一定都不会太漂亮的 OK but that is ok because that is not your 那不是你的最后一个presentation吗 OK 在这中间过程中不怪你做什么 都只是在为最后一帐做准备而已 OK 所以你宁愿在这中间过程中练习越多次越好 OK 叠交叠越多次越好 因为一旦你知道怎么叠 以后你就不会这样子叠啊 对 所以我觉得让自己经历很多次挫折这个事情 overall对你是好的 当然就是心理上面是难受的 对 可是当你比很多次之后 你的心理就相对成 某种程度上就变得非常的强壮了 OK 那你的耐压性就变得非常的高 OK 所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能够 不要害羞 OK 如果有机会可以做presentation 就去做presentation 即使你知道you are not ready but still do it OK 然后 最后最后最后 我觉得 这个其实不是我写的啊 有目标有几率有计划 这不是我讲的东西 OK 这是张忠盟我讲的 有一次我听他演讲 我觉得这几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拿来给PhD学生做 OK 像我说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对不对 可是in order to efficient to accomplish your goal 有目标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because only you have a goal then you can have a plan OK 没有go就没有plan OK 所以目标跟计划其实是 换在一起的 OK 目标才是你的重点 计划只是要追求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 OK 那有纪律呢 纪律这件事情大家应该就是 OK 很了解嘛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 It's not a easy process OK 要让你自己真的能够achieve to certain level OK 纪律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那我相信如果说你跟很多就是 Junior faculty开始聊天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 其实非常非常的枯燥乏味 OK 通常都是点对点的生活 然后每天做的事情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OK 那不过就是因为这些 tedious process OK 造成这种routine 可以让他们变成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人 OK 那也就是因为这些纪律 让他可以在很多方面 产生突破性的发展 OK 所以最后呢 我就希望能够用这个有目标 有纪律 有计划 三个有 来结束今天的演讲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I am more than happ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谢谢 谢谢太妍的分享 那我刚刚就是在听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同意 就是点头如大钻 就是 好 先 我想要就是reiterate一些点 就是因为 我自己现在是刚上岸 就是我也是Junior faculty 然后 就是 太妍刚刚讲的这些就是关于presentation 就是of course 就是大家在年轻的 在当你是PhD student的时候 你学会了很多技能 但是 我们比较 没有在注意的点 我觉得就是 eventually它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presentation 还有你的networking 这样是太妍刚刚讲的就是 就是有一些非常predical的做法 就是don't go to a conference without presentation like that's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在conference里面怎么跟人家interact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还有就是说 呃太妍刚刚提到就是就是 the letter from your advisor carries a lot of weight 这是我真的是再同意不过 就是你的advisor真的能够把你放 把你往上推也可以把你往下拉 对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大家在这边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吗 就是 就是这边就是一个蛮开放的空间 大家都可以问任何的问题 就是 只要你开麦克风就好 哦然后那个by the way 那个Patrick Winston 呃那个 Winston的那个talk 是我在准备我的就是 呃我的job talk的时候的一个reference 就是how to speak的那个youtube video 是我的一个reference 就是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好 然后 太妍刚刚也讲嘛就是跟 就是我老婆就是 呃你在讲presentation的时候 你要先讲到你的 就是你领域外的人听得懂 然后我老婆听过我 不下数百次的job tal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对 再同意不过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就是直接开麦克风 直接问没有关系 是 哈啰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 可以 大家都这么害羞 我先来问一下吗 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问老 想询问老师 第一个问题是说 关于跨领域的 因为我看老师好像从以前 对孙大奇 我以前也是清大化学系的 所以应该要叫一声学长 对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 因为我看老师你的领域好像也转换蛮多的 那关于这种跨领域的部分 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或许进入一个新领域 最快的方式就是先把前五年的重要的review找出来 然后阅读过 然后整理出自己的summary 但是我想问的是说 那老师对于跨领域这一块有什么看法 老师你是觉得说在原本的领域 我指的跨领域是说是跳到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 还是就是稍微有点结合 但是可能是有些overlake 但是可能没有完全很相关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老师对于 我主要想问老师说 对于跨领域这一块有什么看法 就是对于未来的发展的优势激烈是 对因为我另一个是看老师的post大也做蛮久 那这个依台湾的学术界 据我所知好像会觉得待太久 所以我只是想许问老师对于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跨领域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个跨领域的代表 因为领域实在是跨的还蛮广的 对从材料化学变材料物理 然后变生物物理到神经生物学 其实听起来都不太有关系 对所以我觉得跨领域这件事情好不好 好OK 那一般大家的做法是怎么样 就是通常不会跨得这么夸张 就是我的比较像是90度转弯 那一般人的做法大概就是转个30度就很了不起了 那是一个比较safe的做法 OK 因为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即使是只转30度OK 然后expand你的research scope 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有相当大的难度了 对那时间上面呢 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OK 我觉得我可以当这么久的postdoc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supportive的family 跟非常supportive的advisor OK 缺一不可 如果说你少一个就是it's not going to work OK you are going to live in hell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做这么激烈的转换 对那 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当你活下来的时候 你变得非常的unique OK 你可以很容易在research上面找到一些scientific niche that you can be the only one who can do this OK 那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 应该说如果你可以活下来 那你就可以过得相对轻松一点 因为you start to define the field because no one is actually doing that you are the only one then you define the field if you are the first one who define the field then people follow you then things is actually easier OK 可是如果说你只是follow别人的方向的话 那你就开始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whatever you say 总会有人拿以前的literature 开始跟你argue 所以说 做跨领域的好处就是 你可能比较容易找到一个scientific niche 来contribute你所学的东西 那也比较容易找到新的知识 来push the front of the field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big plus OK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你转换了field 相对应的代价就是 时间上面的成本 那时间上面成本是你可以接受的吗 是你的家人可以接受的吗 对吧 是你的老师愿意接受的吗 那这个事情就 见仁见智啦 就是 像我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因为 我太太非常非常supportive OK 我家人非常非常非常supportive 那我research的老板 我做post老板直接跟我讲说 太太你想待多久都可以 对 所以就造成一个 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OK 那重点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How do I feel Do I still enjoy this process 我觉得那才是重点吗 如果说我都不enjoy这个process 我还要强迫自己转的话 我觉得那就失去那个意义了 对 所以 一般而言 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做跨领域 不要转这么多 OK 转个30度 跟你之前做的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应该也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approach OK 可行度也比较高一点 OK 那相对你其他的requirement 可能就可以loose一点点 那我觉得 是一个好方法 对 那 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就是要comment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然后 the general thinking about the how you should actually do that so let you know he has higher chance to make it work OK 所以我觉得就不要转太多 那 可是必须要转 如果说你是做一直一样的东西的话 你之后再找教者的时候 一定会被问的问题就是 你如何跟你之前的PID group compete OK 所以我觉得跨领域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因为单一领域的话 其实简单的东西大家基本上也都做完了 对 那如果说太难的东西呢 你在开始你的faculty position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好 对 对 如果说你要survive 的话我觉得那就不是一个太好的approach 所以掺杂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好方向 OK 那这只要掺杂多少呢 就取决于个人本身的条件 谢谢老师的 有有有有 我大概有一些想法 另外一个问题主要是想询问老师 就是说 关于决定留在学术界继续试看看 或者是说要去业界 那这个时间点跟一个心态的转换 第一个是有没有一个清楚的时间点 就是什么时候需要melody teacher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 怎么讲 就是需要决定的点以及决定的方向 就是需要决定的点以及决定的方向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 当然就是只是我觉得 OK 如果说 你开始找教职了 OK 那当你在第一年找的时候 如果说你有找到interview 的机会的话 OK 可是你没有上 那第二年的时候 你有更多interview的机会 可是你还没有上 可是你还没有上 那我觉得就可以conceder 转到业界了 那我之所以这样说 主要是因为 在我看到的例子里面 一旦你fail for twice 你要再找到一个 frequency position的机会 会大幅的下降 OK 因为如果说你第一年没有找到 然后大家可以想 帮你讲说 OK 因为 not well prepared yet OK 不过很明显 你的其他的performance 让你有这个机会 有一个interview OK 所以他们觉得 OK 在你的track record上面 一定是一个很不错的 选择 OK 那在第二次的时候 OK 你有更多interview的机会了 OK 然后 可是你还是没有position 大家就有second thought OK What happened to this guy? he looks so great on paper he got so manyinterview opportunities OK but no one gave him the offer What's going on? OK 一旦那种想法出来的话 基本上你要再拿到 就是你要enter第三年 我觉得就会 困难度会高很多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 再一次 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 如果说你在第二年 OK 如果说你第二次有interview的机会 OK 可是还是没有position的话 那我猜就是 可能有些东西 我们本身没有察觉到 可是其他 search committee 看到可能会是一个problem的时候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转换个跑道 会比较适合自己 OK 毕竟 所以 我刚才在跟星达在聊说 OK 找教职这件事情 其实 本身的条件当然很重要 可是 我们都觉得 了不起就占50%吧 另外50%跟系上的走向 OK committee的组成 比较有关系 对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找教职的时候 不是很顺利的话 也不用太沮丧 OK 只是你只是没有在对的时间点 遇到对的search committee OK 然后系上没有给你提供 系上的走向跟你的走向 刚好没有match OK It's less simple It's not that you are not good enough OK 所以我觉得 心态上面的转变呢 其实也不用否定自己 OK 那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你要把它concede的运气不好 我觉得是totally fine OK 真的就是 这件事情实在太复杂 牵扯到太多因素了 OK 不是说 把自己的部分做到最好 就一定会有position 不是这样子的 对 我有很多no 我觉得在科研上面表现比我更好的朋友 in the end 他们就是没有position 那你说我会 我比他们更好吗 我又不觉得是这样子 他们就是 刚好投的时候 就是没有他们要的那个position 那个fit 不是太好 对啊 那这种人去业界 我觉得都会发光发热 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你找学术界不顺利转到业界 我觉得都不是什么 都不是一件 需要难过伤心的事情 我觉得不需要 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可以真的让你发光发热 对 好 谢谢老师的回答 我想或许让大家都发问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 我非常同意 就是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 就是找faculty position这件事情 运气的成分真的是占很大 除了对方学校的search committee 然后你那一年的有谁跟你竞争 这件事情也是每一年都不一样 对 我可以再comment一下就是在search committee 这件事情上面吗 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outreach 这件事情 嗯 我们一开始都在focus 在grade student outreach 对不对 你在poster的时候 这件事情要做得更彻底一点 因为 没错 你需要更多的reconvention letter 所以你就是要 好好的认识你feel里面的人 OK 会让你在要letter的时候更顺利一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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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像有人想要问问问题 是吗 你好 我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大学 念代理科学期 PSC 现在升四年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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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因为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要提research proposal的阶段 那 主要想要问就是说 嗯 关于提proposal的时候 你 嗯 怎样去设定 这个recon的scope 是不是 就不会想要太大到无法 无法 但也不会想要太小到就是 没有空间发挥 要设定这个code 跟他的 手法盖的面向 那 嗯 那我主要的career code 主要就是以 去找backpost 为目标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应该要怎么设定 就是自己的PSC的 proposal的这个code 跟 OK 我觉得 of course 这应该其实是你们老板的工作 就是 嗯 我的建议是就是先把你自己 就自己当然有一些想法 自己想要做什么嘛 对不对 先把一些 outline先写出来 然后建议你打那些outline 赶快去跟你的老师讨论一下 然后 因为老师会提供一些比较 合理的judgment 毕竟是 他们 你们的专业嘛 我在这边其实很难给你什么真的 meaningful的comments OK 可是我觉得general的做法上面呢 我都会教我学生就是 OK你先把你想的东西 拿过来我看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 看你的想法是不是合理啊 对 然后 我觉得大家在 写outline这个事情上面 可能要多练习一下 就是想想你的significance OK就是你写你写东西的时候 它的significance到底高不高 OK in the end significance是 当你在写proposal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想完你的significance之后呢 你的approach 就是你要怎么approach这个问题 那个东西也是 需要值得花功夫思考一下的 OK 那 我觉得如果你越早 把你的outline写出来 OK 最好是 我这种东西都是越早越好 就是跟你老师讨论 OK 因为你们老师可以针对 你research的significance 做一个最合理的comments OK 那如果他觉得significance不高的话 我觉得可以赶快换一个题目 对 然后 写proposal 我觉得会是一个 你可能之后想要 再钻研一下的东西 OK 我猜 我猜不是有太多 博士班学生 有在写proposal的经验 可是我觉得写proposal 会是一个 对于你以后找教职 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经验 如果有机会的话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建议你 试着也写一个proposal 这样子 当你在提你的proposal experiment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在 OK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趁这个机会 把它弄得更完整一点的话 对于你未来找教职 会是一个很有帮助的训练 这样子可以吗 哦 有有有 非常感谢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关于就是 骗席学生 就是 应该达到 就是 独立性应该要达到多少 就是 在自己的这个project上 就是有多少 就是 以老师病的经验的话 就是在学生的通常 会 给学生多少的自由 这跟PI比较有关系啊 就是每个实验室都不同 可是呢 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老师跟学生 需要一段时间 才会建立起他们的互信 你再有互信的话 我觉得就是你要做什么 提供足够多的证据 来support你的argument的话 老板通常也都不会太 太强烈的反对 ok 如果老板 对于你提出来的东西 都有强烈的反对的意愿的话 那就表示 你在他心中 其实没有达到那个level ok 那怎么建立于 师生的互信呢 我觉得就是 你平常对于 实验执行的能力 这很重要的 还有你 能不能够清楚的表达 你对于你做的事情是有高度专业的 如果说你做错东西 你可以明显的表达 你做的东西是有高度专业的话 即使那个project doesn't work 老师还是愿意信任你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建立那个信任 需要一点incubation的时间 那那个incubation的时间呢 就完全取决于学生 在present他们的结果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是professional 那通常一般的老师 我觉得是一般老师 当然有些老师是例外 ok 一般老师如果看到学生 真的可以为自己做的东西负责 然后又可以真的把东西讲得很清楚完整 合理的话 那我猜你之后在实验室 如果想要做新的project 或是你自己come out with something 然后you want to continue 老师agree的机会会高一些 要不然的话 其实在实际操作面上 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因为 老师拿的经费其实都是for specific project 所以他们有时候没有办法deviate 如果说你提出来的proposal 跟他原本proposal的方向 deviate的太远的话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提供financial上面的support 不是因为他不信任你 而是他就是没有潜能 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感觉 那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嗯哼 好 哦 大家刚刚应该没有听到我讲话 那就是我们这段的QA 就先到这边结束 然后大家再一次打开麦克风 然后我们就掌声感谢太妍 谢谢大家 那我现在就先关掉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